对了 她当时就拉着我这个手 她让我用这只手打你 爷爷 爷爷 我好想你 爷爷 爷爷 我一直在找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难道真的是共木裂吗 你生来身份特殊 人神血脉共存 但现在你是秦烈 人族的秦烈 我让你以秦烈的身份醒来 是希望 你能够摩练新星 终有一日 能与共木裂的神族血脉相融啊 相融 您的意思是 我们又是同一个身体 但那不是我 血脉共生 却非一体 那么 她 便不是你 身份特殊 我是什么身份 您又为何让我沉睡 与诗也是您封印的 这一切是否真的跟神族有关 吴淳是她母亲封的印 所以跟神族 也算有关吧 我被您封印 与诗被她母亲封印 难道 是我们太调皮 隔壁邻居看不上我们这对熊孩子 隔壁邻居 隔壁邻居 确实看不上你们 但是呢 你们并不俏皮 小凡 你们都是好孩子 那这隔壁邻居 到底是什么人 能让爷爷 跟虚灵之境都无力反抗 是速罗剑 丽儿 既然你们已经打开了九幽中卷 那不如等磨练好了新兴 再去寻找你想知道的所有答案 九幽中卷乃幽冥王族之物 跟我们贡沐家有什么渊源 渊源颇深哪 嗯 练儿 爷爷知道 在你的心底 还有很多疑问 不过爷爷要走了 下次见面之时 或许 你已经知道了答案 又或许 你心中 会有答案 爷爷 您又要去哪儿 我去哪里才能找到您 不用找我 你有自己的路要走 有情要悟 或许 只有情 才能让你们有共通性 才能消弭你们血脉抽 不能融合的力气 我没有力气 好孩子 你现在肯定找出 比我更江里了 好孩子 他 专彩 譚 icar 我 看这些子 我的女人 花雨昕是我儿子 他又不是我儿子 他更不是一个人 他是你爷爷当初 放在我女人肚子里的一个神石 你说清楚 花雨昕 是你爷爷练的一个气 他为了给你一个心性纯正 能陪伴你成长 纯化你心性的好朋友 可是他心思太乱了 他做不出心思极纯的气 于是他到处找寻 结果找到这么一个贪尸的 抽取他身上极其纯粮的一部分 练就了花雨昕 难怪我初始已冤时 他傻傻呆呆的 后来他又变得正常了 原来雨昕是你 已冤也是你 我心里一直都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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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渊 回来吧 谁叫我名字 乙渊 乙渊 倩倩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